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吴福奇社的变形金刚飞翔时间 这是我们1845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New Edge推出的一套小比例玩具套组 它是由技术者跟战士 接近到了鲁莽跟管子两个角色 那么这个以往官方对这两个人物都是使用一个同模的处理 但是这一次的话New Edge给了我一个蛮大的惊喜 就是他们除了腿部的变形之外 几乎其他部分都不太一样 包括手背包的处理都是不同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后的背包 这个战士就蓝色的这个家伙的话 它整个车头是完整一大块 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另外一个技术者 它的这个背包则是一个打散之后重组内外翻折的 那我先讲一下 我手上的这一款 这里大队有个刮痕 这个是我自己刮伤的 因为我初拿到的时候它从卡车形态变成人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我撬不开 结果我用剪刀去把它用撬起来 结果不小心把它刮出一个伤痕 这是我自己愚蠢 然后提一下技术者的话 配件的话全部的你看得到的配件全部都是归它的 包括一个替换的手掌 还有另外一个是没有门板手的拳头形状 另外就是两把小枪 其中一把小枪跟它的手臂一样都是香槟银 另外一把则是灰色的一个大枪 那这个大枪的话因为很蛮粗的 我觉得没有办法插到底 插到底我怕它坏掉 所以的话我们就只露一截在外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涂装 这就不用说了 非常的漂亮 它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首先它的轮胎能够内外的收纳进去 车型的时候在外面 人形的时候说来脚的一个内部 然后整个背包 整个背包的话 这款玩具的变形 待会才能够给各位做一个展示 你才能够看得到 手臂的可动也很好 完全可以做到平举二头肌的转动 拳头也可以转动 因为拳头是可以替换的 然后腰身转动 关节的紧实度都是很好 你看我们这样子甩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非常漂亮的涂装 然后另外的这个战士的话 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背包 我大概提一下 它这个背包的话 是利用这一块 这一条的部件 它里头跟这个背包内部 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去把它给卡住 这样一来的话 背包也就非常的稳了 它的武器的话 直接是一个臂炮 这个臂炮跟手的一个替换的话 比较简单 但是我们平常在人形下 是不会这样子换的 你看这个替换方式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 好了 那它的脚的话 变形的话 只有轮胎收进去 跟这一款基础者是一样 它们手部的最后的收纳 什么都是不同的 那面雕的话也是很好看 眼珠的话是红色的 头可以往上抬起来看 不过它这个头的话 就是可动来讲的话 就受限到这个背后造型的关系 那背后的话 以两者的造型来说 其实我觉得都很漂亮 特别是在涂装方面 这种金属的光泽呢 还是做的非常的不错的 那轮胎的位置呢 各位也看到了 这一款战士的轮胎是在肩膀上 而另外一款这个基础者 它的轮胎 则是收到体内 待会变形的时候呢 各位就能够领悟到 这一款基础者的变形的话呢 设计上的话呢 是更加的复杂的 那我们就来开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腿部的这个轮胎 这里给打开 然后给翻到外侧去 再把它给盖回来 那这个脚底板的话呢 我直接给各位示范它 可以挂货柜的样子好了 这样子打上来 那那个如果说各位想要看它的那个 不挂货柜的 那到时候我们就看照片去 那是脚掌不要变形就可以 那个比较简单就不说了 轮胎翻出去啊 这个部件的话呢 翻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部件推出来 到这边盖上 这个部件可以盖回来了 那这里这两侧的结合 它是上下咬合的 是上下咬合 不要直接掰 也不要直接塞 都是没有办法把它变好的 那我们把这里变好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部件 它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凹槽 跟这个橘色的凸在这边 它只是稍微卡一下 也我们把它整个给推出去 然后呢 接着这两个凸 很好 它刚好很好一个记忆点拍下去 然后整个往前面 先把它给推出去 推出去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手臂从这里掰开 转进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看到轮胎就翻到外侧 然后手臂呢 本来在内侧 我们把它推到外面 好 先到这边就行了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推过来 到这边 轮胎顺势转到外面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个头记得 头本来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头往上推 推到这个角度 然后整个头到时候是整个要 要推到内侧去的啊 那我们先把最后 先把上面这个地方打开 它这里有两个部件 给翻出来 然后这样子 推到这里来 看到没有 直接本来是这样子 直接大回旋过来 好 这样 直接推到这边啊 记得这两片 本来收集中的部件 打开之后 要把它盖住脚的部分 那其他部分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啊 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把这个整个背包 给内外做了一个翻转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内推就可以了 盖下来到这边 回到这里了 然后呢就把这两片部件 给往中间做一个结合 它这里有凸跟奥的结合 凸凹 两侧都一样 拳头呢先推到一旁去啊 拳头目前不影响 好 推到这里之后的话呢 拳头呢 把它给 这里 记得 推到底 推到底 然后拳头转上来 转动二头肌 然后呢去握住这个凸 然后这里记得把它给推靠进来 好 OK 另外 对了 这里 刚忘了提了 这个部件翻下来之后呢 它要跟人物的小腿内侧这两个部件 这里要做一个组合 这里把它给卡进去 好 卡进去 刚忘了 应该要先扣这里的 然后呢 这边 推进来 这个部件塞进去 然后这里把它推进来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款技术者 它的一个车辆的形态 那我提到这个车尾巴 我是直接把它变成可以挂货柜的 如果你不喜欢挂货柜的话 就是两个脚板直接放在后面 但是我真的觉得 那个就是一个脚长落在后面 其实不是很好看啊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战事的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啊 这个部分 把这个手炮给变好 再来的话呢 脚的变形的话 这个部分呢 跟那个 技术者是一样的 一样 把这个地方推开 轮胎翻出去 好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算了 我就先把它 就不变它的一个挂 挂货柜的形态 各位就感受一下啊 然后这里 部件推出去 轮胎转出去啊 扣进来 好 两个腿的话就先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它把这个上面这个部分 往上挑起来 然后里头有一个卡进去 那个位置卡出来 然后呢 中间这一片 就这一片 刚刚卡进去的这一片 我们单独转它就好了 只需要对它做一个前后的对调 其他都不用动 然后呢 这个部件的话就往下翻下来 翻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这两个凸 各位记得吧 刚刚的这一款 技术者呢 它的这一块部件 是塞在 塞在背包里面 它呢 也是塞在背包里面 但是这一块的 变形方式 是不是完全就不一样了啊 那 然后我要提一下 战士这一款呢 这两个部件 扣进去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两个凸的一个魔号 非常 然后它的这两个凸的话呢 我特别拉近 给各位看一下 你发现它已经磨耗得非常的厉害 以 这两个玩具来说 这个的一个磨损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 特别是我第一次 把玩变形的时候呢 我刚刚这个腿这里不是有个刮伤吗 就是我要把它从车子变成人的时候 这个地方我要掰的时候呢 它怎么掰都掰不动 我其实很怕把它掰断了 所以当时我就是自作聪明 用个这样子撬 结果在我这个腿上呢 就流出了一道的伤痕 有点心痛啊 好了 那这个地方把它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前面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一个部件 可以往前面拉伸一点点 然后呢 一样的 这个人物的头啊 人物的头一样 要把它往上面推 这里 头一样 要把它往上面推 推到台上 往上看的感觉 好 这个样子 然后推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记得把这个拳头这边 往上折起来 我们把这个胳膊 它这里有一个旋转的关节 把它转到下方 然后呢 再把拳头给塞进去 这个洞里头 看到吗 这里 这个转轴转下来 拳头往下放 往下放 然后呢 手肘刚好可以抬起来 刚好塞进这个洞里头 好 OK 其实也不难理解了啊 好 那最后就是把这整个车头的部分呢 给往上面盖过来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要利用这里的多重的 双动关节啊 这个地方 这里记得推上来 这里一样 再继续的往上推过来 到这边 然后它这里一样啊 它这个是一个蓝色的凸啦 它要去卡进去这个里面 这个比较难 比较难就是用画面给各位展示 因为它确实是塞在里面了 我们只能说就是用一个直接这样扣起来 但如果你 呃 变形的很熟练的话 往下一靠 它基本上自动就靠到定位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战士的一个车形态 那我是故意的话呢 把这个车尾的话呢 做出了一个不同的变形的方式啊 给各位做一个直观上的对比 载具形态的体型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小啊 很小很小很小 那么呢 两个人物的话 车形态的话 因为它的车头呢 是没有拆解过的 所以它的完成度会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烟囱也没有一个手 一个拳头外露的一个情况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暗中观察在这里啊 那么另外的这个技术员的话呢 它的整个背包的变形 各位刚刚已经有理解过了 它的一个内层外层的一个转换 是非常巧妙的 我们很难很难想象说 一个这么小比例的玩具 能够内涵这么多的一个创意 而它的背后你可以看到 是更加的完整的 不会露出一颗头在后面 做一个或做一个观看 那轮胎的滚动剑的话呢 也还算不错啊 毕竟都是有打了锚钉的 玩具也都非常的精美精巧啊 那比较可惜的呢 也是它这一款的话 由于车头的完整 所以它的挡风玻璃可以用透明部件 而这一款的话呢 自然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表现了 只是用一个涂装的 两款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了 当然鱼与熊掌是没办法兼得的 那非常精彩的一套小玩具 非常谢了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